蹭着郭德纲这个大WiFi上海交大火了,交大博士夫妻火了,公是向神火了,清华博士李银飞火了,李银飞上了春啊都没让多少人记住,但在这个节目中,因为一句话让他圈整无数,真是万万没想到,事情辛苦很简单,自称是上海交大博士夫妻上节目,向神表演很一般,但却认为自己很牛不该被淘汰, 全场表现得极没有素质和礼貌,被郭德纲对得无眼,也成为现场唯一被淘汰而让大家鼓掌叫好的选手,而后来上场的清华博士李银飞用一句,说向上的博士也由正常人,让观众纷纷称赞,之后,上海交大无奈的被火了,成为众多媒体和专家,还有网友调判的对象, 一向已毕业上海交大,为学头的脱口秀演员使语言,也赶快出来拔文,表述自己的观点。 另一面,被戏称为武刀口职业技术学院的清华大学,也因为李银飞的一句话更显得高大上了。 另一,几个学生家长聊天,听说你家孩子报考了上海交大,你家孩子才报考上海交大呢,你全家都是上海交大的。 另二,原来没有觉得清华大学多好,但相比上海交大,觉得清华大学太不错了。 另三,以前启称他叫武刀口职业技术学院,但现在我尊称他为清华大学。 在这个节目中,另一个评委张国立老师说了一段话挺好,相声至今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, 但现在郭德纲一支独秀,长江后浪推前浪,你们得把郭德纲干下去,相声量发展,更是要竞争和创新, 但,还是用郭德纲端子里一段话结尾吧,一个厨师可以创新菜品, 但至少你要认识哪个是炒勺,哪个是露勺,你DMD的哪个弹筒炒菜,说是革新,谁TM敢吃啊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